中间很多错误的观念跟偷的思想 这些观念一直没有办法反共 所以当看到明和路数的文章的时候 他有一种抗拒的本事就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 一旦发生抗拒的力量就否定他的价值 然后一直存在一直在 在留在 存留在他过去的传统的成为的 不正确的观念里面 而面画破绝而止 面画突破他传统的旧的观念 而向前迈进 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那最后一堂做就是 我们明镜区医师长要讲的这个 台湾国际因应之道 在什么国际关系中里面呢 我们台湾究竟应该要扩承方式来因应 来采来使的时候 我们台湾将来要走路会顺遂的顺顺利利的走下去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我们这个环境建国会的主张呢 是值得各位来学习 首先我觉得说 各位今天有这个热情来参加我们这个项链 一定是本身对自己富有很大的责任感 然后对于社会呢 有充分的这个历史使命感 历史使命感 也许你们各位是看网路而来报名的 或许你们各位是因为父母亲的推荐而参加这个活动 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 但是你的动机 你的动起心动念 已经走向正确的这一条路上来 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这两天半的时间里面呢 各位能够充分的 用心的去接受所有这些安排的课程 让你每一个课程都能够从你的理解他的内容 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做梦 一定要做笔记 做笔记 我那天还跟我儿子 跟我女儿说 我好像还说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几乎每一堂课都做笔记 跟我回事 然后因为教授讲的 就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有问题 我会去看相关的路 相关的路线 然后就把相关的路线 所谓始终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 不同的见解 正反双方的论述 有什么冲突 有什么缺点 我可以 不可以在这里面再放进我自己的观念 或者我的思想 或者我的观察 所得在写一篇不同的论文呢 我把这些论文放在这一段后面 所以我 算一算我大概有50本左右的这个 红叶子的论文 非常多论 有些时候我问了一条 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呢 我把这些论文拿出来一看 就可以快速了解 过去我所做的东西 跟整个观念 然后呢 我快写一篇好的文章出来 那我是念经济的 或者是在经济学是很难念 特别是经济理论 食物 当然会难 这些论论分析 这些政治分析 都不是难 但是问题是 背后那些理论架构 是这个什么样的东西 就很难 基本上就是很多 特别大的主 所过程的观念 这些新的观念 还有很多数学模型 数学式的这个建筑的关系 不要照哪一条文章在哪里面形成出来 然后在这个写文章的时候呢 如果拆好 过去的东西就变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希望各位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一定要 这个东西 我们希望将来我们有钱 可以买东西 让我们做东西 像我在这边 我刚才走过了十几的这个成本的 这个袁锡 我听何瑞先生的 关于美国的宪法精神 或者美国的立法精神 我听了十次 每一次 每一次 我都得更更详细的了解 因为他每次讲的东西 不一定要讲一下啊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他在谈论到说 为什么台湾这么乱 比如说 伟建为什么怎么活 那美国为什么没有伟建 他讲的很清楚 他讲的没有趣 因为美国所有在伟建的公司 航号 或者是那个金公司 或者是这个土木祭司的 他一定要有持照 好 台湾说火甲他要拜祭 但是土木祭司来到他这个 火甲这个地方来 所以你有没有持照 有没有 上面有多种的这个执照 比如说零建署 或者是公务局 或者建设局 为什么只要说 你可以 把这个房子往外 堵出三公尺 如果没有的话 对不起我不能做 为什么 因为我做的话 我会被吊销执照 好 这个 A的公司来这边 拒绝跟他做这个尾线 B的公司来这边 一定要拒绝的话 ADCP都拒绝的话 他能不能带尾线 不信 但台湾没有这个制度 所以呢 ADCP都在抢这个工程 所以ADCP都很想 包吊包吊鱼 然后就乱带 带得突出来 也没有跟其他房 其他这个乌鱼 或者环境做配偶 所以台湾的这个 这个都市警官就超级烂 超级烂 1980年 我在圆山上 他面称一个国际的会议 关于土地利用的国际会议 那么 我们台湾的这个 官学界 官方啊 还有 学术界 当然和学是 地政学派的 就是一直在那边的舞台 在那边台上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这个 顺避重报 这个 这个 都是非常成功的 做了多少案 做了多少案子 他做了非常成功 然后税收增加多少 多少这样 那海外学者 从早上到下午 不断的说 哎呀 你说你们这个计划 或者你们的政策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台湾的都市警官 是这么烂呢 为什么禁告说 你们都是在猪射里面 他没有一个官员感 真的没有打 没有一个学者感 真的没有打 哦 没有办法回答 啊 最后最最后 做一个讨论的时候 我三省不住的 因为没有人做的 所以我一直 起来 我说 拜托给我师 你们给师父亲 我几时 给我十二分钟的时间 因为早上 早上 一直到最后 最后 很多外国学人都问说 哎 你们是不是这么好 为什么禁都市警官这么难 哦 那我就 我就用什么东西 直接 用一些不法 简单的不法碰 说 因为我们土地税 是最世界上最弱的土地税 我们克不到税 什么税收不够 地方政府够用 所以呢 没有办法做很好的都市建设 当然 也因为这样子 没有办法好好去管理这个都市建设 所以乌鱼就很多也建 然后呢 大陆就弯弯去一去 哦 然后这个都市警官非常难难 哦 不然 我 那一个成统呢 这个可以成 得到了海 国籍学者的这个肯定 然后 所以 但是 基本上呢 就是说 没有人可以到处他们说 为什么 我们的七段之后不能成功 我们的势力从来这么成功 我们的势力从来这么成功 这个钱跑到哪里去 哦 事实上 没有多少钱可以用 但是用在很多 很多地方是用到 这个这个 不大的地方去的 甚至你 一三五一 看你花掉了 哦 所以呢 我说 今天 各位 既然有了责任感 对个人有责任感 对这个社会有神明感 也希望说 在台湾发展的历史 往后面呢 不会均催 希望 每一个人 从今天开始 一定要健全 健全自己 健全自己 有两三个方向来看 一个就是 生的健全 另一个是心理的健全 身体健康的健全 健全你的体育 健全你的心理 要自己心理建设 同时要健全你 有关台湾 这个华里建国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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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得非常的 透支 非常地了解 那将来变成什么呢 我们希望 会变成将来 台湾建国的建立 建国 我们 民进国 从2008年 2月2日成立 到现在 速度非常快 当然 我们从2018 到2010年 2010年 的11月 都是层次比较 呈现是比较缓慢的状态 但到了去年的 9月8号到10月以来 大概10个月之间 我们速度是非常快 为什么速度非常快呢 因为路数是正确的 让美国方面 跟日本方面 所以 重新了解到 台湾 文组台湾人 是能在变异之中 是能在政治的变异之中 存在的状态 所以 这个 我们得到 所谓说 得道者多助了 我们就得到 美国方面 日国方面 很多的肯定和法律 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我们现在 流行渐渐的增加 我们在外面 发表 这个 沿路的时候 在发表演说的时候呢 很多人听到都觉得说 这就是台湾的福利 各位有没有想到说 台湾非常旺 那还有台湾的危机 从去年6月29号 马英九政府 马英九政权 跟 中共政权 定例的 F 就是那个 呃 我们说的ECFA 我们两岸的这个经贸关系 更加向前迈进一步 好像 看起来是 两岸的特兵 不像过去以前说 大家两岸不相来 来往 或者来往的时候呢 台湾的台商 到中国去 投资台 都是落后跟第三国的合作 但是A管经历以后呢 好像可以直接到那边去 做一些活着的动作 看起来好像是 啊 像国民党所宣传的说 这是两岸的破冰的开始 然后呢 两岸关系 从过去的 啊 斗争 军事的斗争 或者政治的斗争 现在走向 合体共存 或者 合体 这个所谓的共同市场的方向去 看起来好像是 对 中华民众效果 但是 对文众材料 并不上 F-R 中期六 只不过是 对少数的财团 有相对的正面性 但是 对大多数的劳工阶级 跟工理阶级 可以说是 必多有利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 真的是 将来 按照 F-R 进程 十年之后 一定要签FGA的话 那么就开放 两岸农产品贸易的话 台湾的农产品 几乎到全球 为什么 因为 中国大陆的农业生产的成本 非常的低 因为它品质也很差 那它平均的这个生产成本很低 像一公斤的稻米来说 一公斤的稻米 在台湾大概30块台币的话 那在中国大陆 中国本身呢 大概是在10块左右 10块左右 那我们怎么跟来精准 那我们看看最近有关香蕉的问题 说 海滥港香蕉可能只有2块钱 我们台湾 像我的互相在张望 大概1斤大概3块钱 还比较高一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跟它竞争 所以基本上F-R-R-C-A-M 对台湾的 基层的 勞工跟農民 勞工跟農民 都是不利的 但是对少数的财团 因为它可以自由进出中国 还有之间的进出的方便 然后对他们来说 他们可以利用中国大陆 第一年的劳力成本 所以它会赚比较多的钱 如此而已 这样的话 并且说 台湾的经济在发展 经济市场率是在成长 从来就是昨天发布的消息说 这个 这个年度的成长率可能可以达到5.52% 但是中央医院 究竟的首长 他说 52%的台湾的GDP 是在中国大陆存在 中国大陆存在 所以难怪我们台湾的私利 只有降低而没有增加 但是国内党 要把他问一下 你说我私利有降低啊 如果假计 各位用脑筋来看 私利有降低啊 假计说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的台商 当所顾用的人都回来的话 你可能要增加100万的失业人口 另外失业率是怎么介绍呢 失业率是由先进国家所定义的 那个定义是说 有愿意有医院工作的人 到这个社会出局的当中说 我失业了 那我失业了 那我要找工作 请去帮忙找工作 这样的人才算是失业人口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这样用这样的东西 来计算失业率 是绝对不准确的 一定是不准确的 因为很多人 比如说 大串 高中生毕业 考上大学的 他继续继续 他不算失业了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社会失业率多少人 有很多隐藏性的失业存在 就是有失业 很高的失业率 什么叫做隐藏性失业呢 隐藏性失业就是说 它的生产力 是低于它的最低生活水准的 它的劳动失业率 就是 marginal liberal productivity 是低于它的维生水准的 这种人就是 生活在所谓的隐藏性失业的状态之中 比如说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在红灯的时候呢 有人在卖那什么 那那个小小白蛙 那个叫什么蛙 那就是玉台蛙 那是玉台蛙 甚至有人同 这个玉堂在那边工作 这些都是医生产力的 特别是卖地的蛙 这个东西 这些人就是属于隐藏失业 隐藏性失业的人口 如果一个社会有隐藏性失业的人口 當你順利真正下降的時候 這個工作是在上升的 隱藏性水準是在減少的 但是我們看這幾年來 從2008馬英佐上台以來 它號稱說我順利在下跌 但是如果真正是順利在下跌的時候 按照到你工資是要往上提升的 但是工資並沒有真正的提升 現在的大學生畢業的話 如果有25000的收入工作 這已經算不錯了 有的甚至也更低 這表示什麼 我們的工資並沒有真正的增加 另外隱藏性失業會有一定的在減少 因為如果是就業機會增加 失業率減少的時候 隱藏性失業的能力一定在下降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工作 都是有隱藏性失業在做的 那現在失業率並沒有真正的減少 所以這是一種宣傳 也就是一種統計數字 我們說經濟學家或者統計學家 方法是一個魔術師 可以變魔術的 隨便他怎麼變 他可以說我失業率在下降 比如上面是5點多 5以上 那又說 這個補助力說 如果我年度結束的時候 我的失業率如果在5以上的話 我就出事不斷了 統主計數 我們就統計機關了 就可以知道一些數據 他現在4.99 或者4.98 或者4.95 或者4.92 那其實呢 真正的如果要去統計 清楚的話 他的失業率是相對高 一定在5以上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們看一把簽訂的話呢 台灣的經濟狀況 只有貴不好 不可能在上 那我們就大家要回溯了 回溯什麼問題 回溯 借體用的時代 跟不是借體用的時代 為什麼台灣經濟壓不起來 這台灣經濟也有失落之內 甚至於某些不容易有 為什麼呢 就是說從2001年以來 承維言說 不要大膽細心 有效管理 就放棄什麼 放棄階級用 階級用的重點就是要 控制台商的資金 不要快速